最近多地都看到了海市蜃楼的景象 那么海市蜃楼是什么原理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先要说一个常见的现象 那就是光的折射 一支笔在水中的部分看起来就像变弯了一样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光的折射现象 可是我们都知道光是沿直线传播的 为什么这个笔变弯了呢? 其实光沿直线传播这句话是有个前提的 那就是在均匀介质中或者真空中光才会沿直线传播 但如果光要是从折射率不同的两种介质中经过的时候 就会发生折射现象 比如说水中变弯的铅笔 再比如说像色散的三棱镜等等都是折射现象 可是光为什么会发生折射呢? 对此业余数学大王费马的解释最为巧妙 他说光在空气中和水中的速度并不相同 那移树光想要从空气中的A点达到水中的B点 显然可以选择很多条路线 但为什么我们只看到了特定的一条路线呢? 费马说因为这条路线是用时最短的一条路线 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达到以最短的时间 从A到B的光才选择了折射 这就是所谓的费马最小作用量原理 一旦我们要是用费马原理来考虑折射 那有意思的事就来了 有没有可能对于光来说 某条用时最短的路线是一条曲线呢? 完全有可能 比如说在密度不均匀的非均匀介质当中 光就会以曲线的形式进行传播 比如说我们准备了一个装满清水的鱼缸 然后向里面缓慢的倒入饱和食盐水 不要搅拌 此时鱼缸中的溶液就会处于密度不均匀的状态 然后我们再用激光笔进行照射 你就会发现光线发生了弯曲 这就是因为光在不同密度的水中折射率是不同的 所以就出现了弯曲的现象 那我们也可以用费马最小的作用量原理来说 光线选择了一条时间最短的路线 了解了这个原理 我们也可以理解大自然当中的海市渗流现象 海市渗流具体由新分为上渗井和下渗井 所谓上渗井就是指渗井在食物的上面 下渗井就是指渗井在食物的下面 其中下渗井一般比较常见 比如说炎热夏天的高速公路上 远处的车辆就会在地面以下形成一个倒立的项目 这就是因为夏天地表温度够高 水蒸气就会上升 导致地表的空气变得稀薄 或者我们可以说冷空气的密度比暖空气的密度大 这样在底层大气就形成了密度梯度 这就是密度不均匀的介质 因此有一部分光线就会沿着曲线传播了 我们看到的这个像就是这部分光线的 反向延长线所形成的虚像 上渗井的原理刚好相反 由于海水的温度要比空气的温度低 海面处的空气潮湿密度又比较大 因此同样会形成密度梯度 进而就有可能形成海市渗楼的壮立器官 可是如果你要是仔细看就会发现 上渗井是正的 下渗井是倒立的 那为什么一般我们见到的上渗井都是正立的向 而下渗井是倒立的向呢? 如同所示 理想情况下光在非均匀介质中行走的曲线 将会是一条百线 再加上地表的遮挡原因 所以在下渗井当中 百线A入射人眼时的切线斜率 就会大于百线B入射人眼时的切线斜率 那我们画出反向延长线 你就会发现下渗井成的是倒立的向 但是上渗井当中 由于具有温度梯度的空气厚度相对于物体来说比较大 所以百线C和百线D一般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此时通过反向延长线可知 而上渗井为正立的向 但是注意这不是绝对的 其实上渗井也可能会出现倒立的情况 只是并不多见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为什么这种自然现象要叫做海式渗楼呢? 肾其实是古代神话当中的一种海怪 一样在古书《慧院》当中就记载 相传肾每年春天和夏天的时候就会从海里出来吐气 这些气就形成了楼台的影像 这就是海式渗楼名字的由来 可见早在古代就有了这种自然现象的记载了 也出现了很多描绘海式渗楼的文学作品 比如说苏氏有一首诗叫做《海式诗》 就是描写海式渗楼的 再比如说南宋的林景熙写了一篇散文 就叫做《慎说》 也是比较早的文章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我是妈咪叔 又叫这儿刘乃 咱们下期见 拜拜